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你将会学会 如何更随心所欲地运用吸引力法则 你会学到简单的三个步骤 如果你不确定要在人生中的哪个领域 运用自主性吸引这一招 只要选择你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、事业、健康、生意或财务状况 我建议你先读完这本书才去做练习 在你选择的领域里加以运用 自主性的吸引步骤有三个 一,你清愿望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吧? 大多数人不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 但是他们就很知道自己不要些什么 这个步骤会教你为什么知道自己不要的东西会有帮助 二,专注自己的愿望 吸引力法则会给你更多你所注意的、你所关注的东西 这个步骤会教你如何达成 只要你学会选择用语 三,与愿望合一 你以为自己为什么没有实现你的愿望吗? 愿望实现的速度全凭你和它合一的程度 这个步骤是最重要的